2016年能夠順利當選 實際上我心裡是有點緊張的 最主要是因為我不曉得副總統的工作是要做什麼 但是我也曉得被位元首的角色應該是多做少說 然後默默的耕耘 然後盡力的來扶走總統 結果沒想到總統交給我還不少的事情 所以他有一次跟我講說 副總統我相信你是有史以來最忙的副總統 我說謝謝他給我這麼樣多的機會 讓我能夠為台灣的人民來服務 其實在這四年我自己覺得豐富 而且也能夠為人民服務 我真的很感謝蔡總統給我這樣的一個機會 今年三月份的時候 我寫了我的公開信 當然我要發表我的公開信的時候 我一定要去跟總統報告 那個時候大家都很清楚 他是面臨一個很困難的階段 在那樣的一個階段當中 最容易看到一個人的本性的表現 當一個人處在最有壓力最困難的時候 他的本性就會展現出來 我本來以為他會跟我談一下一些他心裡的埋怨 或者心裡的一些事情的批評 他後來只跟我說 副總統我們真的要相忍為國 你會很不捨 他很難過 他真的是難過得不得了 他那麼努力為台灣做自己 怎麼這些人都不了解 要是我的個性 我一定破口大罵 特別是只有兩個人的時候 我一定破口大罵 他沒有 他很想下來 然後他一直在說 治理一個國家不是很容易 所以我也覺得我們台灣人民真的要很珍惜 有這麼樣的一個卓越的沉穩的 而且很有遠光的領導人 帶領我們 其實蔡總統在這三年來所做的努力 不管在國防、外交、兩岸、經濟、社會 還有勞工跟環保的發展上 是很均衡的在做 但是我們在1.124以前 我們真的沒有花太多的時間 去讓人民了解說 我們做了什麼 因為我們執政三年 需要努力去修改法律 去建立制度 去推動計劃 所以要有成果 往往是要在第四年 第五年以後才看得到 所以1.124的時候 我們又沒有太具體的 看到的成果可以看的時候 就會讓我們很容易被打垮 在那樣的一個很艱難的環境下 總統法羅能夠找每一個人來 好好地來談說 我們怎麼樣來做好 民進黨讓我很感動的地方 作為一個非黨員來講 讓我最感動的地方就是 他是一個可以從錯誤中學習 可以從失敗中站起來的 一個很好的政黨 彼此互相溝通協調 然後團結在一起 民進黨的團結 是這一年來 我們會越來越好的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要說這四年 我覺得真的一分一秒都沒有浪費 而且一分一秒更熱愛這一個國家 還有這一些的人民 1.124以後我祈禱更熱切 台灣人民一定要有一個正確的認識 越來越有智慧 越來越能夠體認到自己 要負責決定自己的未來 也真的有能力去做很好的判斷 所以台灣人民給我很大的信心 所以台灣人民給我很大的信心 所以台灣人民給我很大的信心